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日文的复合名词的部分 之前有教过大家たべる的复合名词的系列 就是把たべる动词变换成名词 就是たべ 然后后面再接这个独立的名词 凑合在一起 它就变成另外一个复合名词 那除了这种动词变换成名词的换法 我们一般会看到的汉字 只要是它两个汉字拆开来 它们是有独立的意思的话 它们这个把它凑在一起 也可以算是一个复合名词的换法的运用方式 所以是蛮常见的 只是动词的部分会比较少见 还有形容词 这些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会一一的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我们要来学的复合名词的主题是 KAU KAU KAU就是买 买的意思 那会有怎样的一个名词 可以运用在买这个动词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吧 好的 那第一句呢 就是 KAI OKI 那KAI就是 KAI MASU 然后变成名词的话 就是把MAS去掉 变成KAI 然后后面的OKU OKIMASU OKU就是指放的意思 摆放 放的意思 所以这边有两个不一样的单独的意思 一个是买 一个是放 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呢 是怎样的一个意思呢 那我们先来看例子 KOWヒーの買い置きがなくなった KOWヒーの買い置きがなくなった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KOWヒー 这个呢就指咖啡的意思 日文我们说 咖啡就是KOWヒー 咖啡 然后呢 他就说 KAI OKI 那也就是说 KAI OKI 是有关系到咖啡的怎么样 咖啡的什么 然后后面呢 が 亡くなった 后面的亡くなった 是来自亡くなる 这个词 亡くなる这边就指消失了 或者是没有了 没有了 我们就用亡くなる 那这边是过去式的话 就变成亡くなった 变不见了 消失了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到底是咖啡的什么 不见了呢 咖啡的什么 没有了呢 那咖啡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一般呢 会去到超市买一些消耗品 就是生活的需要品 每一天都在用的 然后呢 我们就是会把 买我们需要的范围内之外 还会买一个预备的 大家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就是买了我缺乏的东西 然后呢 觉得说 哎呀 下一次我就不用特地再跑来超市买 所以我就多买了 在自己这个需要的 预备的 需要之外预备的 用的这个东西呢 把它买了 存在家里 那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呢 是 它的这个量呢 不多 它只是说 你买的这个分量呢 你需要的这个分量呢 然后呢 觉得说下一次不需要这么麻烦 或者是 想要有预备的 有一个存库在那边的 你就可以买几个 摆在那边 摆在家 存放在家里 这样子 给预备的时候用的呢 我们叫做 Kaioki 它是一个名字 所以这边的 Kohi no Kaioki 也就是指 比如说 像办公室呢 我们经常都会有 那个 咖啡呀 一包一包的 或者是其他饮料的 他们都会把这些存库呢 把它放在这个 柜子里面 对吗 柜子 然后如果客人来的时候呢 可以用咖啡招待 或者是自己 这个 职员的下午茶 都会 就是泡咖啡呀 泡茶类这样子嘛 所以这个呢 他就说 职员发现这个 开的时候呢 他就发现 咖啡的存库没有咯 我现在拿的是最后一包咯 已经没有了 所以他就说 Kohi no Kaioki がなくなった 没有多余的咖啡了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我们要形容这个 多买的备份的那个东西呢 我们叫做 Kaioki 何々のKaioki 就OK 那如果你要把它当成是动词来用的话呢 也是OK 只要后面加一个する 不是说Kaiokimasu 就变成一个动词 没有 他这边呢 是名词一样 要把它变成动词化的话 后面是加する的 Kaioki wo suru 或者是Kaioki suru 也就是指呢 多买拿来预备的 多买 买了存在家里的 那个就是他的动词的意思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和Kai 有关的复合名词 Kai Koto Ba Kai Koto Ba 那这个呢 比较少会看到他单独用的 他一般会用在另外一个类似 像冠用语一样的用法 就是 Uri Koto Ba Ni Kai Koto Ba Uri Koto Ba Ni Kai Koto Ba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以牙还牙 以口还口的意思 比如说 对方用了一个非常不礼貌 或者是说一些非常难听的话 对你非常不礼貌 然后呢 你以一样的口气 一样的就是非常难堪的内容呢 回敬给对方 就是 别人用怎样的态度 你就用怎样的态度去回敬给对方 那一个就是 以口还口 以牙还牙 那个状态呢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就是 Uri Koto Ba Ni Kai Koto Ba 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Uri Koto Ba Ni Kai Koto Ba Dakara しょうがない Uri Koto Ba Ni Kai Koto Ba Dakara しょうがない 那这边呢 只用到这个 しょうがない しょうがない就是 没办法 我也不能够做什么 这个情况呢 就是 他讲什么 对方就以怎样的一个态度 回敬给对方 就是 有一种 就是互相吵架 也就是互相不礼貌 这样子 Uri Koto Ba Ni Kai Koto Ba Dakara 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案 也没有一个就是 要服暖 或者是道歉等等 就是 你用怎样的态度回敬他 他就用 怎样的态度去回敬你 就是变成一个 没完没了的状态 所以他就用了 しょうがない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对方都是这样子 两方都是 以牙还牙 这样子 就云云相报 何时了 没有一个要改变态度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就变成 外面的人 就是しょうがないわ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三句 Kai Doku Kai Doku 那这边 大家有看到 它只是一个汉字 这个呢 它是单独 独立的 具有自己的意思 是Toku Toku 然后呢 把它联合在一起的话 那一个Toku的T 就变成左音 Doku Kai Doku 那这个呢 之前在有一期 就是说明这个购物的时候 会用到的名词 或者是绘画呢 有教过大家 这个名词 Kai Doku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例子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它就用了一个 这个关键词 就是这个 安い値段 就是有和这个 Kai Doku CC相关的 那这边呢 它就用了 Konani 安い値段 Nara 那Nara呢 就是一个假设 就是说 如果是这么便宜的价钱的话 它就一个 比较现实的 一个假设的情况 如果这个 价钱是这样子的话 这么便宜的价钱的话呢 它就说 Kono PEN HONTO NI OKAIDOKU DA 那PEN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 就是英文的PEN 就是钢笔的意思 所以它就说 如果是这么便宜的话 价格这么便宜的话呢 这一支笔 这一支钢笔呢 HONTO NI 真的是 OKAIDOKU DA 那这边 OKAIDOKU 它就是名词的意思 OKAIDOKU DESU 也就指呢 很划算 或者是你觉得买了 得到便宜 KONNA NI YASUI NEEDAN NARA KONNA NI YASUI NEEDAN NARA KONNO PEN WAH HONTO NI O KAIDOKU DA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第四句 Kai DAME Kai DAME 那这边的DAME呢 是存 或者是 累积的那一个意思 累积 存起来 或者是 储蓄 那种意思 那这边的Kai DAME 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这个意思呢 其实和刚刚我们 第一个所学的Kai Oki 有一点相似 但是呢 其中的这个 我们讲运用的方式 会不一样 刚刚的这个Kai Oki 就是我们讲多买 把它摆在 就是有需要用的时候 还可以有多余的可以用 这个Kai DAME 那DAME呢 刚刚有所说的嘛 就是存起来 或者是累积累积 寄起来 囤货 它的意思呢 就是已经超过需要的范围 然后呢 买了大量的 然后呢 把它存在家 是一种囤货的概念 比如说物价要涨 那等到物价涨之前的 那一个时段呢 就是大家都是疯狂去囤货 就算是家里不需要 你都想要在最便宜的时候呢 去把它抢回来 囤在家 总会有用到的吧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和 是一样的用法 把它变成动词化 就是 因为是事先的嘛 事先买好的东西 所以这边呢 他就用了 生活必要品 就是生活的必须品 还有呢 就是这个 就是经常会用的 经常会用的东西 比如说像洗法精啊 像一些消耗品啦 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联想到的 就是消耗品 每一天都在用的 然后呢 这些生活需要品 经常都在用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要讲 大量的囤货 大量的囤货在超过必须的 这个程度呢 把它囤货在一起呢 我们就用这个 を かいだめしておきます 事先把它囤货在这里 只要记得这两者的差别 かいおき跟かいだめ呢 一个是 自己需要的范围内 然后呢 买了 然后再买几个 就是预备 下一次会用的 那个库存 那这个呢 是在超过需要的范围内 大量的囤货的 那一个就叫做 かいだめ 好的 接下来呢 是今天的最后一组 复合名词 かいくい かいくい 那这个くい 就是くう 食べる的另外一种用法 就一般上男生会用的 但是这个是用かいくい 它的意思呢 就是买来吃这样子的意思 那这个名词呢 它可以说是一个专用名词 它是拿来针对哪一群人呢 就是 小朋友 小孩子 或者是现在看影片的 你和我呢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かいくい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あの子はかいくいがすきだ あの子はかいくいがすきだ 那这边呢 那一个小孩子呢 很喜欢买零食吃 很喜欢买这个糖果吃这样子 那经常呢 会有很多学生呢 就是穿着制服 就走到便利商店 conbini 然后呢 就去买零食吃 买糖果吃 那就会造成呢 就是对制服 大家知道吧 穿制服在外面留搭 其实对他们的学校的风气不太好 就会有很多人觉得说 为什么这群年轻人就是 穿着校服 然后到处留搭 这样子不回家 所以他们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静止的动作 所以这个呢 就是あの子はかいくいがすきだ 就是 喜欢用钱买零食吃 这样子的意思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和かう有关的复合名词啦 那我们的教训影片 已经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内容 的话呢 不要忘记给个大大赞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所有的朋友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他妈频道 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你可以第一个时间 收到他妈最新动它啦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 那我们下期再见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所以呢 你要形容这个口感 刺痛很火辣很辣 你就可以叫做这个 ひりひりした 下がひりひりした 这样子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